大家好,我是青木 其实法师井的养殖方法 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困难 它和普获类的法师养殖是差不多的 因为他们对土壤的要求挑选都不高 只要能保障土壤它疏松 透水不要积水的那种就行了 有的人就是用田园土 掺一些沙子 甚至黄土掺一些沙子都能养 前提就是保证那个土 它不要黏黏的很积水那种 就是不透水 因为温度高了 这种法师井 它那个土里面的水分长久不干 温度这么一高 里面土壤太热了 这种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正常情况下 法师井在10到20度之间 这种范围内它的生长速度是最快的 而且繁殖也非常快 一般咱们的繁殖就是嫁接 就是有一些新的品种 为了赶着繁殖快些上市卖钱 所以很多商家他们就是选择嫁接 包括我们自己玩家也是可以选择嫁接的 还有就是砍头了 砍头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把那些侧子砍下来 牵插到图里边 嫁接是不需要亮根的 我在之前的视频发过有好几个 嫁接的视频 就是在煮烟那地方搜索嫁接 就可以收到那好几个视频 嫁接的时候是不需要亮根的 就是一定保持新鲜的程度 就是那个杆新鲜 然后切两刀 嫁接插到那种活的杆上面就行了 至于扦插 就是砍头的那种 那种一定要亮根 一般亮个几天 把伤口晾干了以后 然后扦插到土壤里面 保持土壤有水分 过个十天半个月的 它就发根了 这种也是很快的 他们对通风的要求相对还比较高 所以咱们养这些法师 仅尽量放到一个通风 稍微好一些的地方 现在不是夏季了吗 夏季还有一个就是 浇水和遮阳的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 遮阳呢 大家尽量拉遮阳网 遮阳网尽量拉高一些的 那种遮光率拉个70%左右的 它比扑货类的法师 稍微矫情一些 因为这种井类法师 它含的那种 就是两边的那种井 就是没有绿色的那种 就是含叶绿素比较少 所以它对光照的晒过来 这种抗性各方面没有那么强 所以拉遮阳网 尽量拉遮光率稍微高一些的 一般30度以上的天气 就可以考虑拉遮阳网了 30多度是很容易晒伤的 如果温度太高了 还是很容易晒死 浇水这一块就非常重要了 就是在正常的生长季 就是几度到十几度 20多度的天气 你浇水一般问题都不大 像现在度下了 这个温度非常高 经常就是30多度 我这里就是这两天降温 因为台风来了 降温降得特别厉害 所以这两天 我才敢浇那么一点水 还不敢浇太透 温度很快就上去了 像这种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30多度的天气 大家就尽量不要浇水了 最好就不要浇 你浇水危险性很大 因为一浇水里面的土壤 就是潮嘛 就是一下子干不了 所以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 如果说在北方地区 你那里能保证 比如说晚间浇一点水 第二天早上干的差不多了 这种情况可以 在南方这边是不太干的 所以在南方这边 一般会选择断水 温度太高了 咱们就断水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行了 这一个视频先拍到这里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